事务之命 似乎状态很兴奋 反而是亚四组合显得比较沉闷 随着比赛的深入 对手开始占据优势 这局比赛结束 亚四组合以17比21先丢一局 第二局比赛 郑思维黄亚琼迅速调整状态 通过往前的压迫连续得分 对手似乎陷入了连续性的失误 局末阶段优越分差多大 对手战略性放弃 郑思维黄亚琼以21比10 翻回一局 决胜局的比赛 郑思维黄亚琼开局就1比7落后 已经注定今晚比赛的结果 随后 虽然亚四组合奋力追分 但每每关键时刻 就会出现不必要的失误 始终无法反超比分 局末阶段 比分已经15比20落后 虽然亚四组合没有放弃 连追3分 奈何前面分差过大 最终还是遗憾的 以18比21赋予对手 无缘冠军 从今晚的比赛来看 郑思维黄亚琼的输球 的确非常可惜 关键时刻的失误葬送了比赛 本来 今晚亚四组合有望创造历史 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因素影响 最终 遗憾痛失冠军 不过 我们相信 郑思维黄亚琼一定会在后面的比赛 继续有更出色的发挥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